其實以我們議論團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對於一個正在學習新聞的學生來說 是一個很挫折的經驗 因為我從來不敢在採訪現場說 我要爭取憲法689號四字中左右的新聞自由 並不敢直接跟警察講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操作的過程中 都是直接去找一些其他手段去做 像是我們在立法院那段期間的時候 因為我們完全進不去 我們從來沒有去跟立法院有過更深的耕耘 以前都是什麼像參訪團體 在大學的時候有進去參訪過 看了王晶平的介紹片 但是到了318那場合之後 我們發現的確我們是進不去的 因為就算我們說我們是新聞所的學生 我們會寫新聞 我們也的確在做新聞 但是他們還是不會讓我們進去 所以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去跟糾察隊打好關係 就是去跟他們物資站的人說 我們有寫你們的新聞喔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跟他們感覺比較友好一點 然後他就會說 喔好那不然待會我們換人的時候 你就跟我一起爬牆進去吧 所以我說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我就是爬那個樓梯 然後經過二樓那個這樣進去的 然後後來我們有幾次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進去了 我們就開始跟旁邊的記者打好關係 就可能看到聯合報的姐姐 就是我們以前學姐 就說學姐下次可以帶我進來嗎 然後學姐就很勉強的 就是把他一張記者證給我們的 其中一個成員 所以後來我們那個成員 他都是偷偷用別人的記者證進去的 這是第二個方法 然後第三個就是呢 那我們進去了以後呢 就找到了立委的助理 然後我們就跟立委的助理 也是打好一點關係 然後跟他說 下次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可不可以帶我們進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用了非常多 不同的手段 去爭取到我們要進去的這個方式 但其實很多次 我們也是在外面進不去 所以害我們在裡面 那個人可能就待了兩天 然後很醜 因為他就出不來 他不能出來 我們就不能換人進去 所以這也是很多很奇怪的點 但是其實我要講的是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實務上面跟學界 就是其實很分歧的地方 因為剛好318那段期間 我的新聞與法律的作業 就在做新聞記者採訪權 然後我整篇就寫滿 就是寫得很激昂 寫說什麼 就是要什麼 什麼維護採訪權 然後689號613號 就是大寫 然後跟洪真林 跟我們的所長講說 你看就是要爭取的 然後結果 最後交出去以後 就覺得這根本就是屁 其實這根本在實務上 就有很多就是 大家有不同的去對抗的方式 但是其實老實講 真的去說 我要爭取新聞自由 是一個 好像沒有那麼可行的方式 對我只是想回應剛剛那個大哥 然後剛好 我們這些經驗都表現出來 我們其實還滿不敢講的 對啊 好 那就先這樣